從河馬事件激活了我的youtuber的細胞 昨天很久了 我玩youtube超過15年了 最高峰期是2020年 溫哥說冬季奧運的時候 已經是最top的時候了 未來可能會拍多點影片 激活了我的youtuber細胞 本來是做生活vlog之類的 以前經常煮食 但現在這個時代 煮食是很重要的 分享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最喜歡都是分享煮食 不過生活vlog也是很好的 今天分享的是金銀花 河馬之暖 我都知道 大家都很生氣 香港人沒有河馬之暖之前 多年來香港人生活壓力很大 都是很緊迫的 而且很牢草 在香港的環境 其實真的很辛苦 舒緩壓力有很多種 我這個就是花茶篇 其中一件事我會用來做就是 臨睡前 如果想睡得好一點 容易入睡的話 或者是平時喝下午茶 你不要喝奶茶咖啡 喝金銀花 菊花之類的花茶 都是舒緩壓力的一種 很多香港人都是燥底的 生活壓力這麼大 又這麼緊張 所以沖這個花茶 很簡單的 你拿少許放在茶壺裡 一個人喝而已 那你可能放一點 住仔 很耐心的 其實香港人很喜歡養生 其實間接香港人很懂得怎樣養生 但真的生活壓力時間問題 工作環境生活環境的壓迫 令到 其實我們不知不覺 將養生一件事 是已經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一部分 而很多人都已經不記得了 或是不知道 或是已經習慣了 那現在是 記憶 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金銀花 拿大約一個人 拿一個住若 再不是你說你上班的 就放在一個保溫瓶 在一個暖水壺裡 沖到它淡了味 沒有飲品 沒有味道 就倒掉 不要那些渣 但其實很老實說 如果是美麗的 其實美麗的花草茶 那些 都是可以吃完的 其實這些 可以吃完落土也不重要 所以 沖到它沒有味 如果不小心吃了一兩顆落土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這個 如果只喝覺得 咦 味道很奇怪 開頭第一次喝不覺得 即是不習慣的話 其實這隻很淡味 就是金銀花 很淡味 涼茶 很多人就會加蜜糖 沖了出來之後加蜜糖 這樣就會很香甜 這個就是推薦 如果晚上淋睡前30分鐘 或者一個小時前 即是淋睡前30分鐘 或者一個小時前 就可以沖來喝油 很方便 放在這裡 隨時喝都可以 好 分享完畢 希望大家 這個純相是 純個人分享 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 如果 你個人寒低的 如果你要喝大量的 也不好 如果你說 女性 如果你說我是很射血的 我是很大 如果是經期來的時候 是很大量出血的人 那你必須留意 又或者 你氣屈醋底的 可能這件事又不適合你 因為太輕微 每樣的體質都不同 最好就是 如果你真的很想 在這方面有研究的話 最好就是 看回你自己的中醫師 看開的中醫師 或者是想問一下一些專業人士 是的 好 拜拜